主动卖伴成型术 也称为球囊主动卖伴成型术BAV 是一种在导致主动卖伴狭窄或主动卖伴狭窄的情况下改善通过主动卖伴的血流的手术 它可以对各种患者群体进行 包括胎儿、新生儿、儿童、成人和孕妇 此手术使用球囊导管为球囊充气以扩张狭窄的主动卖伴 主动卖伴成型术的适应症包括 1.症状性主动卖伴狭窄 症状性主动卖伴狭窄 使指主动卖伴变窄 导致胸痛、气短及昏厥等症状 2.严重主动卖伴狭窄 严重主动卖伴狭窄 使指主动卖伴变窄 导致胸痛、气短及昏厥等症状 与主动卖伴成型术相关的风险和并发症包括 1.出血 手术过程中有出血风险 2.感染 导管插入部位有感染的风险 3.主动卖伴受损 手术过程中存在主动卖伴受损的风险 4.心脏损伤 手术过程中有心脏损伤的风险 主动卖伴膜成型术主要分为三种 1.胎儿主动卖伴成型术 此手术用于治疗胎儿主动卖伴狭窄 及胎儿主动卖伴狭窄 此手术包括将球囊导管经由其带插入胎儿主动卖 并使球囊膨胀以扩大主动卖伴 主动卖伴成型术的长期结果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患者的年龄 整体健康状况和主动卖伴狭窄的严重程度 一般来说 主动卖伴成型术可以改善主动卖伴的血流 并减轻主动卖伴狭窄的症状 例如气短、胸痛和疲劳